原标题天一无缝开播口碑两极分化 没有了周梅森是福还是火 什么样的作品称之为 是热剧那就是有人夸解有人骂的大多数网友眼中 其实要说人民的名义的第二部 到目前为止 有两部让人印象深刻 其中一部 就是最近开播的天一无缝 另外一部就是正在拍摄还没有杀青的人民的财产 之所以能够被大家所接受 还是因为当时由周梅森担当编剧的人民的名义 在一夜之间刷到了各大网络热搜 已经拿了多个奖项 让人们看到了这种题材相对敏感的作品 确实有它独特的魅力所在 而之所以说天一无缝被称之为是最有可能它的续集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他几乎选用了人民的名义中 百分之九十的演员 虽然说主演之中换上了几位小年轻 但不得不承认从前到后人们所关注的 其实更重要的是老戏骨只能互相飙戏 不过天一无缝给人更多的感觉 是用了演员 但是没有用编剧 所以在播出之时 虽然说当天的收视力破异有的时候 还真是让人觉得这部剧还是让人吐槽 不能特别是秦俊杰索是演的杀手 在之前以女装的扮相 出现真是让人们觉得这部剧瞬间感觉不够严肃了 不过其实仔细想想 天一无缝所讲述的 其实更重要的是 郭敏之间的间谍斗争 它不像是商战片 更不像是所谓的反腐剧 相比起来很多的网友们觉得这部作品 只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 借着廉价的配角和人们的情怀 再度吵就一把 但有些人觉得 这部剧光看几位老戏骨的表演 也就足够了想想 为什么能称之为老演员 就是给予他们同样的时间 确实能够演绎出不一样的风采作品的好坏 其实剧本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才是演员 不过俗话说重口难挑有的时候 人们觉得好演员配好剧本 才是能够让大家所证明的地方 同样的人民的财产 则由周梅森亲自编剧 只不过缺少了几乎90%的主演 在剧中没有参与之时 只是觉得 如果能够和二为一相信也是最好的 但不得不承认 到目前为止 这部剧 并不是像我们想的人民的名义系列 更重要的是 拍另一个类型的作品 甚至有很多人觉得 这或许是在向观众 以及业内人士证明 没有了周梅森人民的名义 到底行还是不行 不过 到目前为止 这部作品的收视率 在不断下跌的同时 也让人们看到了 确实有很多的剧情 硬伤 不过到目前为止 也播出了不到五集 也期待着之后 继续播出的同时 也能够有诸多优秀的角色登场 不过 在剧中 陆毅将少度扮演大 BOSS饰演大反派 不过就目前为止的情况 陆毅怎么看 也不像是一个坏人 或许前期装得太像后期反转 还真是让人有些捉摸不透 不过就目前为止 注意还真该实现突破 不知道大家在看完 天衣无缝的几集之际 对于他们在剧中的演义满意吗 我们下期待 这些人都会 spot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